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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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梁亭韻 过去的创作都是以田野踏茶的方式 回到現場進行一系列的 仿茶和史料的蒐集 進行就是創作的詩編 這一次其實回到 台南蕭融文化園區這邊的 住村的展覽來講 主要是這幾個月的時間裡面 重新去訪問了 台南地區的曾經遭受到 歷史地震而倒塌的這些廟宇 以及去蒐集這些廟宇的嚴格 因為這些嚴格它基本上都會記載 過去地震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包括鄉野的傳說 所以其實這一些民間的素材 他們如何去看待地震 以及背後所蘊含的宇宙觀 或者是泛林論 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問題 這一次的展覽其實是 我在台南的期間 所進行的創作的一個部分 主要其實是圍繞在過去的 歷史地震裡面 所發生的一些地震災害的現場 這些現場可能會圍繞著 死者死亡的一些地點 包括就是地震所引起的海嘯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水幻的傳說 這一面的傳說包括 神跟鬼之間的一個關係 以及村落跟這些超自然的 靈體之間的一些關係 交纏而成的一個民間的傳說 我是以這些地方的野史 或者是這一些傳聞為基礎 進行我這一系列的影像創作 家裡正興宮就是一個 跟台南地區的一個 歷史地震很有關係的一間廟宇 因為他在過去的時候 一些歷史地震 發生過非常多的一些受損 或者是崩塌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們在廟宇的碑文上面 其實就有留下 關於地震而崩毀的記載 我其實會特別注意 從民間的觀點 關於地震的一個紀錄 因為它不是一個 我們從現在的一個科學的角度 或者是從一個地震學 或者是地球物理學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去觀看過去所發生的 這樣子的一個地震 它反而是一個 從民間自己的一個宇宙觀 結合著當地的一個神鬼的傳說 甚至是風水所形成的 一個歷史的記載 這個在我這次的創作裡面 是特別在意的一個部分